好,那我們現在來到瓦拉卡了 這裡就是我上次做了兩個禮拜 來這邊考滑雪的地方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特色 就是有瓦拉卡森 等一下就可以去看 因為我上次來的時候是冬天 所以就是枯枝 現在應該是長出了新的葉子了 然後它這邊的滑雪場有兩個最近的滑雪場 就是卡朱娜跟Triple Cone這兩個 然後我上次是在卡朱娜那邊的雪場 它這邊就也是有一區市區 一些活動啊 騎登山車啊 跳傘啊 什麼的活動也都有 然後在這邊也很適合騎登山車 然後它這邊也是有一個 很有名的登山健行的路線 叫做Royce Peak 它現在是沒有開 因為現在是產小羊的季節 每年的10月初到11月初 就是產小羊的季節 所以Royce Peak不會開 走吧 我們先吃 Tacos 我們現在準備要來去吃Tacos 這間就是我們上次住在這裡的時候 蠻喜歡的 然後也蠻常來吃的 它這邊是一區的餐車區 很多賣不同料理的餐車都在這邊 這間Tacos也是我做功課的時候 超想吃的一間 然後我都點了這個Beef Taco 一個7.5 三個21 這種呢是Burrito 就是捲餅 然後裡面有飯 然後配肉 那就選了什麼樣的肉 這樣子 對 然後它也可以用碗 這樣都不用提 好 然後我點了一個Tacos 然後我點的這個是有飯的那個 對Burrito 我覺得這很好吃 而且它一個分量還蠻大的 所以男生的話吃三個的話 可以 我覺得我覺得Burrito很好吃耶 它的餅皮很薄 軟軟的 就是你一咬的時候 不會都咬到皮的那種感覺 就有些會咬到皮 然後會咬到很多那種 皺褶的那種感覺 它一咬那個皮就破掉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找 我滑雪的同學 他們是住在這邊打工的 然後他們現在在這個 CAMINO CAFE的 這間你有來過嗎 有 欸 前面是不是可以停腳踏車 對 你自己來 哈哈哈哈 你跟起來 你看前面這個view 很酷吧 它這裡就是有 會搭配著雪山的風景這樣 然後前面這裡就是我們 就是要搭Bus 啊什麼的 會在這邊等車 搭到Hazona雪場 然後Wanaka這裡跟Queenstown 有點不一樣的字 可是它這裡比較沒有 那麼的觀光 可是它也是一個觀光小鎮 可是它更多會是 當地人或者是 比較久住在這邊的人 會來這邊觀光 然後它也是有一些逛街的店 跟很多單車店 它比較沒有像在Queenstown那邊 賣票券的店 這麼多間 它可能就只有一間 兩間這樣子 然後其他就是 一般的餐廳 逛街的 然後Outdoor的店 你看那湖上面 有人在Cayaking 對啊 好天氣 大家在湖上開始玩了 然後旁邊這間咖啡店啊 它就是 像我們之前啊 一早出來搭公車 可能6點多的時候 它就已經開了 然後在Wanaka這邊 很少店這麼早開的 所以它早上 也會很多人去那邊買早餐 然後它也是開到很晚 這個青蛙 這個青蛙嗎 對 這還可以青蛙 這是租雪具便宜的店 好 然後這間店 這間店呢 就是在市區Bakery店的旁邊 的一個巷子進來 你看它這裡比較便宜 其實應該什麼 它是租雪具比較便宜的店 然後它也有在住100個 我們現在要去看Wanaka tree 然後剛聽到人家說 它是孤獨樹 它真的蠻孤獨的 冰毒星球雜誌 就是有在這裡拍照 真的喔 因為它真的很孤獨 因為它自己一個人在水裡 然後在Wanaka的湖邊啊 然後在Wanaka的湖邊啊 因為現在是春天 然後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這裡 大家都會 坐在這裡曬太陽 然後會下去水裡面玩水 然後還有租那個kayak 還有租那個獨木舟 可以下去玩獨木舟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Queen's Town了 然後我們這次住的是這間backpackers 然後我上次住的就是在旁邊 旁邊這裡再只走過去 有一個比較大的超市 然後再走過去一點 就是有那個賣羊肉的 吃的 那羊肉好吃嗎 好吃 很嫩 可是它很大份 我們三個人還吃了兩天才吃完 來 12號 再上了 我覺得這還可以啊 你看這蠻像是 蠻像根本 就是12跟13 在share一個廁所這樣子啊 哇 蠻大間的 而且蠻乾淨的耶 這床很漂亮耶 而且他說車子可以停在門口 然後還有送兩瓶睡 其實我覺得這不錯耶 這根本就是 自己的衛浴嘛 如果你沒有人的話 有人的話也還好啊 其實我覺得 而且他的房間舒服的感覺 而且他房間是穿滿大 算蠻大 蠻大的backpackers 對不對 蠻大間的backpackers的房間 對 而且我訂這一個晚上 價錢不會很貴 其實我們上禮拜來的時候喔 Queenstown還算很便宜 但是這個禮拜 不知道什麼 應該是正式進入春節 價錢都全部都變貴了 而且有馬來送個活動 所以很多人要搶 OK 不錯 推一個 好 那我們現在晚餐前呢 我們再來他們這個市區逛街一下 然後看一下他這裡 也是有賣很多東西耶 對 然後我上次就是來這裡租腳踏車的 這裡也真的是都沒有在打折耶 可是讓人看了都很想買耶 而且接下來在皇后車這邊 有馬來送的活動 好想要參加喔 這很好看的 對 還有這個logo就覺得好看的 白胸 我們今天晚餐來吃推薦食麵 然後他是吃熱排 有名的 網友跟我們推薦 我們就來吃了 對 你看 那他主要就是豬肋排 要吃牛排 要吃羊排 要吃烤雞也都有 然後還有一些酒類也有 對 這裡的酒類也很出名 像是Cocktail 然後這邊Cocktail 也是很有名的 然後你看後面的view 超好的 真的 對 然後湖景就有山景 後面那個view好像壁畫 很像夾的對不對 對 很多人不是會用一種壁畫 然後貼在這個房子 貼在窗子上嗎 然後這就是這個跳的景 你也可以貼吃馬克的景 然後就貼了 他們餐廳先幫我們把酒送過來 然後我有點這個 Wonderita Classic 然後阿丹甸 他們這邊是local當地的 B酒 這個 蠻好喝的 我這個調的也蠻好喝的 而且 而且它喝起來味道不會太濃 也不會太烈的那種感覺 喝起來就甜甜順順的 就像適合女生喝 對 非常好喝 然後 它周圍還有用一個鹽巴 搭配起來非常好喝 然後我這個呢 就是 非常適造的啤酒 它這個牛肉應該是這裡的牛肉吧 我覺得好好吃喔 嗯 嗯 NOW ZILAND BEAS 哈哈哈哈 他們很 proud of 他們的 BEAS 對 MADY NEW ZILAND BEAS 很好吃 跟自己做的果然的路一樣 好喝喔 好喝喔 這間的叫做 EatTreat by Freaks 那這間在機場附近 這間很多人推薦的 它這間是在一間叫Ramada的飯店裡 然後它這裡就是有一區都是機場的飯店 像是Halloray Inn或Ramada這種的飯店 我們現在陷入一個太多選擇 不知道是什麼的一個情況 看起來每個都好想點喔 它跟我們推薦 像是素食的話可以吃這個 經典的話呢就是這個Benedade 這幾個它都做了很多一件 所以也不太知道它選什麼 它在爸台那邊有可送 看起來也是很好吃 對啊 胖胖 每個都胖胖硬硬硬的 我點了這個French Toast 然後阿淡點這個他們這邊的經典的Benedade 你看我這個French Toast 很厲害很多顏色很漂亮 就是跟一般外面的French Toast 長得不太一樣 阿淡這個是他們的經典款 上面就是有一個水波袋 然後我們是點鮭魚的口味的 好肉味的味道 現在是蠻甜的它的醬 它的醬已經都淋上去了 你看 都全部都淋到了 所以我是覺得有點甜 連我都就是有點甜 那表示是很甜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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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味 這好味 那我們現在在Petyrgonia冰箭的2樓 然後它這個view超好 我們點了一個 這個是Belena & daqui 我剛才試了Honky Poke 然後這是最新的 我剛才是用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空手表面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不要用錄影 後面會不會像搶戲一樣 會啊 好 那我們現在走到這個 纜車的下面 然後在它的纜車下面呢 它這裡有一個室內的遊戲空間 那這邊是什麼 這裡還有一些餐廳 這裡有Ice Bar 對 然後還有那個騎衣 可以看騎衣鳥的地方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Bike Park 在這裡騎Mountain Bike的人 真的是好多 好多的 就我們最近在這邊騎車 就可以看 哇 大家騎Mountain Bike 然後過任何路段 哇 都很順 對 而且這裡的E-Bike 也超多人騎的 然後在纜車的正下面 它有一個TW Park 它就是可以買一下進去看 它這裡面有一些時間是有導覽 然後它除了可以看到騎衣鳥 還有一些鳥妹 對啊 小籃機 我們剛剛去這個Kiwi Park這邊 然後問了一下它的票價 它是52塊一個人 然後它是可以三天都可以進出的 在這個Kiwi Park裡面啊 它是有一些像是鳥類的展啊 秀啊 或者是什麼互動LIFE LIFE SHOW之類的 你看那裡就是搭纜車的地方 然後上面可以看整個Kiwi Park 那來到這邊除了搭纜車上去看Kiwi Park 那來到這邊除了搭纜車上去看Kiwi Park 之外呢 還有人會往那個滑板車 山頂滑板車 流下來這樣子 然後山上也有餐廳 然後這個滑板車呢 你可以選擇說你要滑幾次 然後不同次就不同價錢 就這樣子 不管你看 在Kiwi Park這裡啊 在冬天就有很多租雪具的地方 然後到了夏天呢 就變成租腳踏車的店 你看 很多Mountain Bike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還有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邊車具 在上面 Mountain Bike 我們在這裡都不太猛烈 在那邊 也這是個商品 一堂一堂的地方 好可愛 雞肉有好可愛 我們現在要去追極光 對 這裡明明就是春天追極光 我還穿這麼多人搞笑 想不到吧 春天還可以追極光 春天的晚上很冷 今天有機率 但是機率不大 那我們去試試看 在Queen's Town的最後一天早餐 我們還是來吃這個麵包店 第一天跟最後一天都是來這裡 好多人 來到Queen's Town最想吃的東西 跟離開Queen's Town最想吃的東西 是同一個 所以我們去這個麵包店 我要吃我什麼東西 好 那我們今天午餐來吃這一家 Cyton Food 它是越南餐廳 然後這一家上次我沒有吃到 因為很多人 然後它晚上更多人 真的來兩個禮拜都沒事喔 對 我沒有每天都來啊 可是我來了幾次都沒有位置 OK 謝謝 謝謝 那它這間越南餐廳呢 大家都知道越南的Fur很有名 然後它這個就是吃Fur 這店它中午還有Lunch Menu 然後上次晚餐來看它的Menu 它就是有不同的種類了 它就是很多都是點餐的方式的 然後它這裡還有一個喝的 我們點了這個Fur 你看很久沒有吃到這種熱湯的東西 很溫暖 然後我們還點了這個越南咖啡 然後它下面就是加越南乳 然後咖啡房裡面直接附下去 然後它就慢慢的會變多了 在Queens Town的湖畔邊啊 它都會有週末的假日式 可是它昨天也有 有一天是禮拜五 然後它都會在它的網站上做公告 它這邊就是有賣什麼 因為一些吃的啊 像是熱狗啊 然後一些手飾品啊 之類的 還有熱狗 這個熱狗算是 然後飾品 甜點 這種的 大部分是吃的囉 這裡有比較多 你看這石鐵很酷耶 而且很漂亮 你看它每個地方的景點都有 所以我們去Tikapel啊 然後Queens Town啊 麥克拉圓 什麼都有 然後還有這些 紐西蘭的動物 嗯 像這個企鵝 Kiwi 對 我覺得質感很好 而且它有大的方形的 我覺得很美 這真的做的是很漂亮 嗯 然後方形的就在這裡 它真的就很漂亮耶 嗯 可是這比較貴 這45塊一個 然後這是你朋友的飯店啊 對 你看這很美 嗯 哇這真的是很漂亮 要買那個Tikapel 哈哈 可以買一個 哇這一個要170耶 哇這個Tikapel真的是超美的 銀河 OK 你看這裡付錢 也都是用電子支付 對啦 讓我們看 我們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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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木頭的東西 真的很多木頭耶 我發現來逛這個市集 可以買很多東西 對 要仔細逛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因為它的價格 非常地寬鬆 對啊 它那個磁鐵才5塊錢一個 嗯 就我覺得如果說想要買 伴手禮 反正想要買紀念品的話 我覺得可以來市集挑耶 這個很可愛耶 嗯 我們找好久了這個 我覺得 有關 有關 我看到 你和我 可以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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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Clinx Town的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們又去買的 是Black Burger 然後我們這次買了 豆腐口味的 因為我朋友 他們大推豆腐口味 他說很驚豔 所以我們就買了 我們想說可以帶到飛機上去吃 嗯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回去 拿行李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飛到墨爾本 對 對 在墨爾本待幾天之後 然後飛塔斯瑪尼亞 對 那我們這次紐西蘭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對 然後之後我們也會有一支 攻略 完整的攻略影片 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這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紐西蘭真的超棒的 對 可以來很多次 下次秋天再來 對 OK 掰掰 Reflecting in your heart 我們現在在機場 飛機 要飛往我們的飛機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吃看這個 豆腐版本 對 應該是素的吧 對 應該是素的 因為它是菜單上面有些 對 來看一下這裡面 喔 看起來很美味耶 對啊 特別 來吃吃看 怎樣 嗯 蠻驚艷的 蠻驚艷的啊 可以吃 它的醬料才會吃 豆腐 豆腐 好吃 很好吃耶 我覺得像是我們在 紐西蘭或者是在英國 在澳洲 他們的菜單不管是不是素食的店 都會有一個素食的料理 像是這個漢堡店 它也有一個素食的漢堡 這超好的耶 而且真的很好吃耶 很驚艷 而且它這醬料調得好好喔 這比西蘭讓我覺得驚艷 然後豆腐也是 它是蠻厚的 然後咬起來也蠻有口感的 很好吃耶 我們的餐店 耶 今天,再走 大聊 與馬 Greg